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尝试用科学寻找解答 透过生物技术探索生命的奥秘与疾病的治疗 我们是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现位于国家申请研究园区 坚持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评育为核心 以药品人床前开发与转意研究专长 结合药品商品化角色来带动台湾生技产业发展 我们提供技术授权 也提供研究委托到商务推广的整合服务 更是嫁接国际合作的专业窗口 生技中心已累积多年的新药研发实力 将瞄准全球最受瞩目的精准医疗产业 借重国家生技研究人群之聚落来拓展合作 加强创新创业 协助台湾生技产业发展 引领产业迈向新的高峰 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成立于1984年 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捐助成立的非营利研究机构 成立的目的为推动台湾生技产业的发展 分别设置了研发总部 与台北市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及新北市系纸大湖科学园区 另有育城及商务推广据点 于南港燃体园区 生技中心聚焦新药开发 已在系纸大湖科学园区建置 GLP独立试验中心 CGMP蛋白质药品先导工厂 GLP生物安全检测中心 为架构出完整新药开发服务链 并落实产业化 生技中心将药品开发核心设施 以spin-off方式成功预誉出数家生技公司 包括昌达、台康、启鸿、其脉高 以及从事检验试系开发与生产的台湾尖端 这些新创公司都是台湾目前医药发展的重要指标 生技中心超过400名高素质人才 持续累积新药研发能量 包括抗体筛选与人员化工程 高产量细胞株 双贵益性抗体构型 药物复合体技术 2T及细胞治疗相关技术 小本子药品结构设计与最实化 进行开发 药理与药物动力学测试 除药产品线为抗体与生物质剂 小本子新药 至今已有十多项新药 通过IMD并成功受全厂商 已进入临床试验 为了协助台湾生技产业升级 生技中心在创业与育成 募资与招商 建价与授权 展物与国合 建立专业团队 来提供辅导与服务 促成许多产业的成功案例 速度是竞争力的关键 累积了多年的耕耘 我们持续新药与新治疗的探索 提早与无床医师合作 对准全球生技医药发展趋势 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为据点 结合国内学研能量 吸引国际合作 让台湾医药发展攀上高峰 生技中心与您共同攜手 为疾病寻求解答 为人们提供健康美好的生活